你 吐 吐戏铠甲 还挺识货啊 就算你有龙力丹 想打败我 绝非一世 是吗 看我如何破了你的龟壳 哼 口气倒是不小 小炎 招定胜货吧 八旗 全途明悬 为什么 那小子以为靠蛮力就能摧毁老大的斗气铠甲啊 简直太天真了 小子到极限了吗 抱歉了白学长 你那强宝作词 我得帮你做了 这 这是 放 你 这也太巧了吧 漂亮 攻击斗气铠甲时 在裂缝里注入暗境 再从内部炸开斗气铠甲 白城这一场 输得不远 小炎打败白城 将自动取代白城 在墙榜上的排名 太黑暗了 都是成本救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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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手啊 救手啊 老大 成哥 救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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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手 将 gren哥哥 没事吧 走吧 osaurus 不知道又是哪位学长 想要来挑战 还请耻脅 就这 叶山帮帮主 霸腔柳晴 没想到这场比赛 竟然惊动了她 柳晴 雷娜倒不足为俱 可是 你还得罪了柳飞那个 无礼且记仇的女人 她的哥哥 可是强榜前十的顶尖高手 霸腔柳晴 内院中能胜过她的学员 屈指可数 恐怕就连你那青子火莲 也奈何不了她的烈山枪 没想到你 竟然能打败白城 侥幸罢了 我们之间 也是间接有些过节 哥 博士叫你待在上面 哥 人家无聊嘛 霓子 你先上去 恐怕此事不能善良 柳帮主 当初的事 是非曲直轻者自轻 而萧炎哥哥并无半点不适 不要以为在内院中实力颇强 便傲气十足 若你真要不分青红皂白强出头 我萧勋儿 接下便是 我哥岂是你能训斥的 还有你 萧炎 别以为打败了白城便能得意 你不过就是个 依靠丹药之力的废物罢了 飞儿 哥 我又没说错 够了 兄弟 老眼 巴睿 不要以为仗着有柳琴撑腰 便可肆意妄为 这一巴掌 是替萧颜哥哥山的 好大一心耳光啊 柳妃这次脸都大了 这巴掌山的 真帅气 你 你 你竟敢打我 你这个坏女人 我要踩了你 飞儿 冷静 哥 人家欺负你妹妹 你都不管了吗 这位同学 未免过分了吧 自取其辱 怨不得人 秀儿 哥 你就这样看着我 被人欺负吗 要跟我报仇啊 把我打赖那个 坏女人的脸 今天还真热闹 今天还真热闹 刚看了一场男人间的战斗 没想到女孩子们 也不甘示弱 是林秀牙 她可是狼牙的老大 林秀牙和柳琴 谁更强 那还用说 肯定是林秀牙了 林秀牙 是她 实乃金国不让须眉 解气 抱歉 这逆子性子就是这样 无妨 这便是学妹的个性嘛 萧嫣雪地 上次走得太过匆忙 还未跟你道声线 若不是你出手 恐怕 我们几个都没法活着回来 林水长严重了 林秀牙竟然和这小子 关系不一般 刘晴 我看今日便算了吧 是啊 你不会也想挑战萧嫣吧 她可是刚刚经历一场大战 斗气还未恢复呢 趁人之危的事 我不屑为止 女孩子之间的争吵 我不会介入 但飞儿也不能白白挨打 不认为 一个月后的强绑大赛 若是遇见 你便施展全力吧 到时自然奉陪 林学雅学长 刚才多谢三位学长学姐 帮学弟结尾 萧嫣老弟别怪我们多事便好 我到现在还看不清你们真正的实力 这一届的新人果真是卧虎苍龙 学长过奖了 听刚才柳晴的意思 我也能参加强绑大赛了 定是因为萧嫣哥哥 击败了白城的缘故 没错 白城原本排在强绑第三十四位 现在这个位置属于萧嫣兄弟 你自然有资格参加强绑大赛 三十四 这离前世还差得远 莫不是 你还看不上这三十四的排名 好家伙 果然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啊 虽然这个排名不算靠前 可在天才云集的内院中 已经足够优秀 强绑里每提升一个名次 绝非易事 虽然难 可是每上升一个名次 得到的好处可是更加丰富 什么好处 先别想着好处 想必很快就有你头疼的